今天呢 我们都要来分析一下 2018年的大学录取 这真的是一个最不可预测的一年 然后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私立大学和UC的标准 申请大学最重要的几个条件 然后再来呢 对不起啊 这真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再来 什么样的这个课外活动 对申请大学最有帮助 然后讲这个 我这几年观察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 在怎么样在升学的压力的情况下 尽量让学生能够维持快乐健康的心情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请了好几位 进入名校的学生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 好然后 OK大概是这样 那我想一下今年 2018年的录取的情形 第一个就是 我们今年的这个人数创纪录 这几年呢 我们一直都是 每一年申请大学的人数都在创新高 以前呢 UCLA我记得 我刚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 可能大概6万人吧 今年从前年开始就超过10万人申请 然后呢 UC UCI UC San Diego 这几年也开始人数急速的增加 UCI今年也超过了 总共超过了10万人 所以呢 申请的门槛就越来越小 然后再来呢 亚裔在申请的上面呢 又比别的主义要更困难 因为我们的亚裔都太会念书了 又很优秀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UC里面亚裔的比例 有的已经超过了50% 所以呢 他不太可能让整个学校都是亚裔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亚裔的标准就高过其他族裔的标准 再来呢 学校排名顶尖的 才有机会 就是你如果要进到名校 你大概必须是全校的前三分之一 或者是98%的学生呢 都是全校前10%的学生 也就是说 你的毕业班有600个人 你必须是前60名 听起来好像不难 可是事实上在 在UNIHIGH 你要前60名谈何容易 然后再来就是申请者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 课外活动要非常非常的出色 而且呢 是要发自内心 这个是今年加州大学 你可以看 连续13年 每一年都创新高 好 今年申请了有各十百千万 二十二万 各十百千万 十万 二十二万一千人申请 然后UCLA UCSB UCSD 申地牙哥 UCI UC Berkeley UC Santa Barbara 都是全美国申请人数最多的大学 然后因为这样子 你就知道人数增多了 可是录取的名额没有增多 当然就是升学率 录取率一直不停的下降 GPA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然后再来就是校内的排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再来SAT跟ACT的分数 节节的升高 然后课外活动越来越重要 好 各位很多家长 我相信有多少是耳腕的家长 可不可以举下手 绝大部分是 我相信各位选择耳腕 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学区 我自己的女儿也是 我的大女儿也是耳腕 从幼稚园一直念到 Northwood High School 高中毕业 所以我在做升学的时候 我对耳腕的学生 我心中真的是 我很了解你们承受的这些压力 我也了解家长的这种交心 真的是很辛苦 那可是呢 很可惜的是 你在一个好的学区 并不表示你进名校的机会 就比较大 各位下面的这些是真正的数据 36% Uni High的学生 49% Wool Beach High的学生 是进社区大学 当然这些进社区大学的人里面 有一些是他自己的选择 就像我们有学生申请到 我的我女儿的同学 有人申请到很好的UC UC San Diego 或者申请到很多大学 他们就是选择去社区大学 为什么 因为他那美国 美国爸爸说 哇社区大学很便宜啊 你这样省我很多学费 你大三再转 所以他大三的时候 转到Berkeley 可是也有很多人 是可能是条件不够 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到好的大学 选择进到社区大学 这个比例让我很惊讶 可是是真的 那所以呢 你越是在好的学区 你的竞争越激烈 我通常会分 这几个可不可以麻烦大家不要照相 因为这都是我们学生的一些 私人的资料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在我做Counseling的学生里面 这是非常常见的 GPA 4.2 SAT 2250 然后在学校Science Olympia UCI的这个Research UCI的这个Summer Surgery Program 然后MUM 钢琴时级 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的学区太多太多的学生都有钢琴时级 所以时级在这里不算什么 所以呢这样子的学生 我看一眼我大概就知道他大概进哪一个学校 就是好的UC 可是如果你的目标是长春藤 还不够 为什么不够 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棒 可是没有到顶 没有到顶 好 再来这个一模一样 你看2300 4.2 4.2的GPA在尔湾的学校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可是一样各种各种的活动 到最后他选择进到UC San Diego 他还进了一个八年的医科的Program 可是他没有选 因为他最想进的他没有进到 好 所以那这里也是一样 2370 这SAT节节升高 4.33 这个学生也是非常的优秀 我看一下 我都不太记得是哪一位了 可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Irland的学生 我可以跟你讲 在这样子的孩子 在尔湾你就是进到Berkeley 进到UC LA 差不多 或者是USC NYU 这样这些私立学校 然后呢 这个学生就是我来做比较的 他不是我们这个学区 他是东岸的一个学校 那这个学生你可以看 他GPA 4.8是非常的高 这点是我觉得他比刚才那些学生要强的 可是在尔湾 你不可能拿到4.8 尔湾的高中不可能让你拿到4.8 因为我们对AP课的这个限制是很多的 很多学校像Nosu High 你可能要到11年级你才能开始拿AP课 那Uni跟那个其他的学校 像Uberge High 现在有一些学校开始慢慢稍微松一点 9年级也开了AP Human Geography 可是因为人数的限制 我不过有些学生 他们说因为太多人了 用抽签的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 那在别的很多学区 他们又有IB Program 又有AP 所以就比较容易 所以他是4.8是很高 可是其他 你看看跟我们刚刚那几个学生比起来 真的也没有比较出色 可是因为他 你看他甚至也没有很多的奖 他虽然有学小提琴9年 他会几种乐器 然后他有theater 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出色 可是他就可以进到所有的长春藤的大学 我想一方面是他的族裔 他是那个 他是这个African American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他也不是在那么竞争的学区 所以我曾经提过就是 要进长春藤大学 黑人的机会是美国人的三倍 美国人的机会又是我们华人的五倍 所以黑人的机会是我们华人的十五倍 真的是这个样子 好 可是我觉得进长春藤 不应该是我们对子女的唯一的一个要求 因为在美国有4000所大学 4000多所大学 每一个大学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把目标放在这些 顶尖的这些学校 我们一般讲的长春藤 现在还包含MIT跟Stanford 叫Top10 我觉得排名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可是不是一个应该是主要的参考 我们每一次看到都是 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这个报告 对不对 所以前20名大概大部分都是长春藤 还有一些私立学校 各位可以看到Berkeley不在里面 可是呢 也有各种不同的排名 这个是世界排名 所以他们又比较不一样了 当然Caltech Harvard Columbia MIT 都还是很好的学校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学校 如果有的时候 你如果把目标放远一点 譬如说 多伦多大学 多伦多大学也在很前面 我记得 他的 他就比较容易近 同样的跟美国的顶尖的大学 比起来他就比较近 我之前还会用一个recruiter的这个排名 那基本上哈佛耶鲁这些都不在上面 所以不要只是看着排名来申请大学 事实上我们真的有学生 他来就说 我要我的孩子申请 只要前30名的 只要前50名的 其实应该要把目标放得更远一点 那这个就是你要是要进长春藤名校 你必须要达到这些条件 可是并不表示你达到了你一定能够进 我通常跟学生说 你要是每一样都做到 你有机会进 可是你做不到 你大概就一定进不了 所以这真的是很恐怖 那每一年的这个录取呢 也是节节下降 这个是我们稍微统计了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长春藤的这个申请人数也是年年增加 可是他们的录取率呢 大概Stanford是最低的 百分之4.3% 哈佛今年呢 只有4.59%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你是全校第一名 也没有用 你是SAT满分 都有帮助 可是都不是关键的因素 那再来 所以UC的标准呢 就是他必须是看你的学校的成绩 你的SAT 你修课的难度 还有你的课外活动 还有你的才艺 最后申请大学的自转 可是UC只看10跟11年级 这两年的GPA 所以这个呢 就是对申请大学最重要的两年 其实这一本 你们手上的这里面 有很多的东西都有 这些都在里面 所以你们不用忙着照相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 今年UC的录取 你可以看到 10所UC里面 已经有6所 它的新生平均入学的GPA 已经超过了4.0 然后SAT呢 大概都在 1400 这个有点看不出来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下一张稍微好一点 好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比较 各位可以看 第一行 UNIHIGH 是我们耳湾的高中 这边是加州 这边是美国 好 所以UNIHIGH的确 所有的分数都比 这个全美国要高很多 这些在你们的本子里都有 好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也一样 你可以看到 这是 UNIHIGH 我想想看 这个是说你要进这些学校 你他们的平均的 新生的 入学的GPA 跟平均的SAT的分数 大概要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些数据里面都有 所以我今天不花太多时间讲 基本上我希望各位比较的就是 你看UNIHIGH的学生 进到Berkeley 平均是4.43 然后进到 真正的这个Berkeley 大概只有4.15到4.3 所以我们这边 就所有的东西都会比 真正的UC要高很多 我们的平均进Berkeley的 这个SAT是1480 他们大概真正只有 1300 1400左右 然后UCLA很奇怪 他虽然他的排名在这个Berkeley 之后 可是呢 因为他现在是最受欢迎的大学 我们很多学生 如果Berkeley UCLA都进 他们喜欢选择UCLA 然后 就说 反正这个表格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在好的学区 你要进好的大学 你所有的条件 都要比别的国家 别的国家 当然 别的学校 学区的要好 要竞争 所以我们用UCI来看 UCI的话呢 他真正的平均大概是4.0几 然后 SAT的平均大概是 1300多分 可是 在UNI HIGH呢 你大概就要 平均1470 平均4.1 这是他们进UCI的平均 好 所以如果你要进好的大学 在好的学区 你就是要比别人都好 那这个是他们录取的平均的这个14个条件 我很快的带过 因为这里面都有 最重要的呢 总结起来就是 你可以看14个条件 第一个是GPA 第二个是SAT 第三个是你选课的难度 第四个是你修了多少的Honors跟AP的课 再来的话 你在学校的排名 然后 你12年级选课的多寡 还有的难度 好 这些都会看 可是最重要的 你看到课外活动呢 在UC来讲是第11项才考虑 所以 如果你是要申请UC 你必须先要把成绩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曾经看过有学生 课外活动非常非常的强 学校的那个 Key Club 是最大的一个社团之一 有学生呢 是Lieutenant Governor 也就是 八个学校 九个学校 合起来的 Key Club的总 总的这个President 叫Lieutenant Governor 这么厉害 可是因为整天忙着课外活动 GPA只有3.6 我就跟这学生说 哇 我说你 也许可以进UCI 可是他说我想进Stanford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3.6的GPA 虽然你有很出色的活动 不会让你进那么好的学校 后来就被我讲对了 他就是进UCI 虽然他的GPA低一点 可是因为他真的还是蛮优秀的 所以 所以你功课顾好了以后 你的课外活动很出色 所以功课是放在第一 我有看过有些学生真的是很优秀 可是呢 就是GPA太低了 或者是不够出色 所以进不了顶尖的学校 这你看GPA的重要性 就是在Berkeley 这个是2018年的数据吧 就是说如果在申请Berkeley的学生当中 有一半以上都是GPA在4.0 可是他只在这些学生里面 收29.8% 也就是说即使你是4.0 还是有70.2%的学生会被拒绝 那所以 那为什么他要拒绝这些学生 他就要看你其他的东西了 可是你看你的GPA低于4.0 3.7到3.99 你就只剩下5%的机会可以进到Berkeley了 所以GPA永远 4.0是一条线 绝对不要低于4.0 如果你想进好的学校 这几年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起 再来的话 就是UCLA一模一样 你看到第一条线 30% 后面的线 越来越短 也就是说你的GPA一掉到4.0以下 你的机会就少于5% 所以GPA非常非常的重要 San Diego 这是其他的学校 我就不一一讲了 基本上后面的学校 你4.0的机会就非常的大 你在3.7以上 也还是有可能 也就是说 对不起 所有的这个申请大学 最重要的是GPA 再来是SAT 高中选课难度 课外活动和自转 这个基本上就是 申请大学最重要的几个条件 那我们接下来 GPA分析过了 我们稍微来讲一下SAT 好这个我就不讲了 GPA 我们要怎么样在高中拿最难的课 最最高的GPA 这个是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基本上呢 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是11年级念完 12年级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你12年级的GPA 这个在你的本子里都有 12年级的GPA 并没有办法影响你申请大学 因为当你第一学期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你申请大学已经差不多了 有一些私立学校 他会看你的第一学期的成绩 可是其他的UC 基本上他只看你12年级的选课 所以你所有的课 都最好在10跟11这两年 要把它尽量的多修 那你看这个学生 因为他的选课是比较一般的 所以呢他所有的AP课 要到12年级才有机会拿 那他只要拿一个B 他的GPA就掉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成绩 你拿的课是这样子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 你就不要拿B 尽量维持全A 好 那这个学生各位看 红色的就是5分的课 他就完全不一样 他从一开始就是拿Honors的课 而且现在很多学校 包含我们Pacific Academy 都offer AP Human Geography 也就是你从9年级 就有机会拿AP课 这些 我算一下像这样子 这10年级的时候 他基本上数学 化学 世界历史 AP Art History 他大概已经就有4个 1 2 3 4个AP课 所以他的GPA大概就已经 达到4.6 4.6左右 然后11年级的时候 他几乎所有的课都是AP课 所以他的GPA可能达到4.8 甚至5.0 那他申请大学的时候 一平均 他的GPA 是不是UC来讲 已经有4.6 4.8 都有可能 然后 如果是私立学校 他也9年级 也有一个AP课 所以这个学生 基本上就可以维持很高的GPA 先立于不败之地 好 再来的话就是 我知道有很多 从国外来的学生 他们在选课上 真的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那所以呢 很重要一点就是 你要知道 学区的ELD的课 是不算正式的英文学分 最重要一点就是 要赶快先跳出来 跳出来以后呢 尽量开始拿到主流的课程 然后有可能的话 数学 我常常说 从国外来的学生 一定只有数学 可以 还有科学 可以强过本地的学生 如果你的数学跟科学 没有办法拿到AP课的话 你很难在AP英文 AP历史 这些课程上面拿AP课 所以要尽量的 数学能够加强 这是一个比较 advanced ESL的学生 他你看到没 他就是靠数学 还有靠中文 能够把这个 拿到几个AP课 这样还有 如果他有学英文的话 有AP Music Theory 也是5分的课 就是靠这些 可以把GPA拉上来 再来就是SAT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所以我不再讲很详细 基本上呢 SAT跟ACT 到底要考哪一个 我可以跟你讲 我也不知道 因为每个学生 都不一样 我们有的学生呢 考SAT 就是比ACT高 可是有的学生呢 就反过来 所以呢 在过去我们都是 跟学生说 你两个都是 或者是 你先选一个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会offer学生 两个不同的考试 然后你看看 哪一个 你能够最顺 你能够拿得比较高 然后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counselor跟老师 会给学生做一个分析 然后你就先准备这个 像以前他可能先准备SAT 然后SAT有瓶颈了 我举例来说 就像我们那位 弹钢琴的小天才 他一开始呢 上SAT 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 所以一考考了1410 我觉得1410 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可是我跟他说 你想要进最顶尖的学校 我希望你有1500 可是1500 他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 那我说你去考考ACT 他一考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就34分 他说 34分等于1520 他就不考了 所以呢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所以呢 到底 大概的差别是这样 SAT的reading呢 比较难一点点 ACT的reading 稍微没有那么复杂 然后他的文法也稍微简单一点 可是ACT 他有多了 那个science science也是reading 很多学生 他说我science很差 他就没办法 那还有呢 就是以前SAT有倒扣 现在也没有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SAT的倒扣 让很多学生转到ACT 这几年呢 又回来了 大部分的学生都要拿SAT 好 所以我们今年的设计 就是让你两个都拿 我们一开始让你两个都教 然后到第六周开始 看你从哪一个比较强 你就去专攻那个课 那基本上你要进 这些学校 这只是一个参考值 可是应该也不会错 你要进最顶尖的学校 ACT35以上 SAT1500分 或1550分以上 那其他的 大概就依次这样下来 所以这个只是给你一个参考 再来的话就是大学的自传 我不一一的讲 可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看一下这些题目 这个是你11年级念完的时候 你要写的 所以如果一个学生 他没有事先有什么挑战 然后他对每一个科目 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或者是他对社区服务 也不是很热衷 到后来有的时候 有些学生他们到12年级 申请大学才来找我们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可以写什么 然后任何的才艺 也没有坚持的下去 所以呢最重要的 你要知道 大学写这个重要的就是 他要知道 就是说除了功课以外 你的personality 这个在里面也有 所以看了一下 你就知道 怎么样在你的高中 这几年去准备 再来大学自传 这个只是 我给各位参考 第一个就是 他不是要你写一篇华丽的论文 他是要这篇自传 能够忠实的反映你的个性 把你曾经碰到的挫折 还有你怎么克服 把你的人格的特质 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有些家长说 怎么写这个呢 小孩子写他犯过的错 或者是 曾经跟这个忧郁症 这个挣扎 家长会觉得 我是不是不应该把孩子 这一面 把它表现出来 其实不是的 大学是要真正的看 你如果能够碰到困难 然后能够克服 是非常好的 内容呢 当然如果说 你今天要当医生 你当然可能要多写一些 你为什么要当医生 你对科学 你对帮助人的一种热情 好 然后题材 最好是来自生活的体验 不要在里面再讲说 我是个好学生 我的GPA4.8 我是什么用功 他不要看了 他一看你的GPA 他就知道了 重要的是要 不一定要完美 可是要符合你的年龄 还有你的生活背景 文章的开始要很吸引人 这个是我们的Council很厉害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不要请人代币 因为现在太多太多 做升学规划包装的太乱了 千万不要找人代币 因为我知道 也有学生家长跑来就说 你们要收多少钱 可以帮我的小孩子写这个论文 我们是我们不做这种事 因为今天你找一个 三十几岁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在美国长大的一个人 帮你写的 跟你自己的人生经验 你写出来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学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Counciler 也一眼就看得出来 所以我提醒大家 不用 因为你不用写一个完美的文章 可是呢 你要写的是真实的文章 好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就是 现在的高中生 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自己是妈妈 我晓得 我的小女儿 我的大女儿走完了一遍以后 我小女儿现在九年级 所以很多事情我就想说 要跟她姐姐比较不一样 我特别重视孩子的心理的健康 因为如果你知道刚刚那样子 你拿那么多的AP课 你说那么多的课外活动 小孩子常常睡眠不足 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 我会问说 现场有没有十一年级的学生 谁的 我们今天有没有十一年级的学生 没有 我有一次问好多人举手 那一次我是对词记的学生讲话 然后一堆人举手 我说有没有人每天睡眠超过五小时 没有一个人举手 这是真的 因为我的女儿在十一年级的时候 不要讲说超过五小时 我女儿拿四个AP加一个Honor 她是学校网球校队 然后她合唱团 然后我那时候还让她去念中文学校 我才蛮狠的 真的很可怜 所以常常是没有睡觉 可是你要知道 长期的睡眠不足 对孩子的健康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上课打课睡 或者是学习慢慢的失去热情 还有就是时间不够用 然后长期的这种竞争 让他们造成的压力 所以各位 这个是很惊人的 现在全美国有20%的青少年 有忧郁症的倾向 每100分钟有一个人自杀 这个是最近 你可能看到新闻 耶鲁大学开了一堂课 叫Psychology and the Good Life 这次教授叫做Laurie Santos 她为什么要开这堂课 因为她发现 能够进耶鲁大学的小孩子 当然是不得了的 他们高中承受的压力 当然是非常人能够想象的 可是到了大学以后 这些教授发现 这些孩子很多都非常的不快乐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 养成了或者是压力 养成了他们非常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我记得我的学生在麻省理工学院 她说 都是熬夜熬到天亮的 很少有人是准时 有时候四五点大家都在念书 那这样子长期下来 学生怎么会快乐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学生 像也是说MIT的学生 她说每一年都有人自杀 所以现在学校已经惊弓之鸟了 她说有一次呢 她来不及念她的Final 就跑去跟他们的那个 Consultor说 我觉得压力很大 我来不及准备Final 他们立刻把她的Final延后 就是怕她想不开 然后现在MIT是全美国 最难念的五所大学之一 还有Cornel Berkeley 还有基础 他们现在呢 就已经开始把她 这个Academic的这个 就是说评分变得稍微松一点了 所以也因为这个教授发现这个学生的情形 所以她就开了这堂课 帮学生去找回快乐 她不光是只是讲理论 她还叫学生用实践的 就Social Science 就说你要有健康的生活饮食 然后你要去做哪些运动 然后能够帮助他们 结果呢成为三百多年来最受欢迎的一堂课 耶鲁大学四分之一的学生都去选 各位家长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发现这几年我做Counseling 从一开始只是跟大家讲说 你要拿哪些课 你的课外活动要做什么 到现在我们经常 我觉得我在做的是Psychological的Counseling 我有学生跟学生坐在我面前 跟家长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然后父母的这个跟子女的关系 非常的这个紧张 我们开始在做这方面的Counseling 所以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团队呢 我们大部分的Counselor都是有Psychology的背景 然后我们都让他们去做了这个性向测验 希望能够帮助学生 能够找到他们的方向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进警尖的大学 你一定要有很出色的这个课外活动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 你做的事情不是你自己很爱的 然后你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小孩子真的很辛苦耶 真的很可怜 如果就像我刚刚讲 为什么我做教育 我可以讲七个小时 肚子都已经饿得在那打鼓了 可是我就是热情不减 因为我做的是我爱做的事情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学生 可以一天弹琴五个小时 可以一天跳舞六个小时 因为他们在做他们爱做的事情 你说他们快不快乐 他们很快乐 他们很辛苦可是很快乐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有一个亮点 这个亮点必须是 你要很有兴趣的事 这个是很多申请大学的迷思 事实上我现在我自己的小女儿 我的大女儿已经大学 已经大学都快念完了 那小女儿又来一次 我就在想说 到底要让她拿几堂AP课 她又有音乐 她今年参加了三个orchestra 我接送的 接了我头昏了 可是 到底她明年跟我说 妈咪我要拿四个AP 我就在想说 天哪四个AP 那我还要不要睡觉 还有三个orchestra 可是问题是 我的女儿 她自己又很好强 她很想维持全年第一名 那你全年第一名 别的学生拿三四个AP 你要不要拿 所以这个取舍 要怎么取舍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你要先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 抗压能力 还有她的学习的速度 还有她整个的生活习惯 你千万不要让他们承担了太多 让她承担不了的这种压力 这样子 有可能 她最后成绩也拿到了 然后 课外活动也做得很出色 可是呢 她整个人就 就不快乐了 而且这个很有可能 是在大学的时候 才发作出来 真的 我这几年真的有太多 进了名校的学生 然后呢 再回来家长来找我的时候 小孩子已经有忧郁症 或者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大学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要评估哪些东西要取 哪些东西要舍 再来 你要有别出心裁的 一定要有别出心裁的课外活动 才会脱颖而出 我曾经听过某一个 这个 帮做升学包装的说 让他的学生去殡议馆帮死人 洗尸体 我这个很特别 我想我要是入学的这个 我会看一眼 OK 可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呢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这个对申请大学有多大的帮助 我不知道 当然如果你说 将来我要念医学院 我真的很想去体验一下 人的悲苦或什么的 也许可以 可是我觉得太 太脚柔照做了 没有必要 真的是没有必要 最重要的就是 做你自己爱做的事情 把它做得很好 我举例来说 就像我经常去参加这种 大学的admission director 来这边跟我们的那个 school的counselor见面 那他们常常就在讲说 现在的 他们也在看哪一些是包装出来的 送到哪里去地震震灾 好兴奋 又有事情可以做了 赶快送小孩子去震灾 可是你去震灾你能做什么呢 当然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 大部分的父母送去都说 来我要让他看看 你看你有多幸福 你看看这些人的生活 然后有些小孩就说 妈咪你不用把我送去那些地方 我知道我很幸福 这个不是目的 如果你真的 这个孩子非常热衷于做义工 好 我觉得是好的事情 可是 必须是他喜欢 我们也有小孩子被送去 去做义工 然后呢 整个不进入状况 人家花了很多的力气 安排他 他去到那边一天到晚再滑手机 那这样子他去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重要的是 没有没有一个深省大学的一个公式 不是说今天我待会我分享 我们的学生进哈佛 他做的事情 你的小孩同样的做 他就能进哈佛 不是的 必须要看他的热情 要看他真正的兴趣 我曾经看过有一次报纸报道 有一个姐姐进了哈佛大学 妈妈就让妹妹 把所有姐姐做的事情 拿的课一模一样 全部做了一遍 结果妹妹没有进哈佛 差别在哪里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觉得有公式 可以参考 再来就是说 大学喜欢有爱心的学生 所以这是我讲的 一定暑假要送去哪里 做一个义工 不是一定要的 再来 其他做的事情 也不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 这个是怎么样有亮点 就是林苏豪讲的 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而且你选好了有兴趣的活动 之后你要坚持下去 我看过太多的学生 当我问他说 你做什么 他说 学过几年钢琴 后来也放弃了 画画 我本来很喜欢 现在也不喜欢了 到后来没有一个东西 好像是可以拿得出来的 这很可惜 所以 当你选了一个东西以后 你就一直做下去 不管你的时间多忙 你不要放弃 这点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我们通常呢 在这边做counseling就是 我们先 帮学生找到他的兴趣 然后根据学生的能力 设立一个 他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目标 当然 目标可以很高 每个学生都想进哈佛 都想进Stanford 都想进 什么 这个名校 好 可是 接下来就是 你要按照这个目标 来选择高中课程 看到他的能力 就像我刚刚讲 我没有 我还没有答案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答案 到底我女儿要不要拿四个AP课 还要继续参加三个乐团 还要画画 然后他今年在EmyWay 我真的很舍不得让他放弃 可是明年我可能必须要让他放弃EmyWay 因为我看到他的兴趣是在Art还有Music上面 好 那你就要让他在这个上面能够有好的表现 如果你让他什么都做 他可能一个都做不好 对不对 什么是EmyWay EmyWay就是我刚刚讲模拟联合国 模拟联合国 这个真的很棒 他今年参加了一年 可是明年我觉得 如果他真的要拿四个AP课 可能就不行 可是我也有可能会让他放弃一个AP课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他的睡眠 然后再来就是 帮助学生维持最高的GPA 你要知道我们的Counselor 每个月跟学生见面 就是要看有什么问题 你这一颗怎么开始掉下来了 问题出在哪里 需不需要家教 或者是需要赶快去补救 GPA的维持 我觉得是蛮困难的 再来帮助学生安排 根据他的兴趣 能够发挥的各种的课外活动 或者是义工 我不喜欢包装 可是有的是 我觉得要让学生真的就是 他觉得做得快乐了 你再让他去 再来就是 你要提早开始准备SAT 或者ACT 然后11年级最好能够完成 你要知道你有时候 你去参加Summer Camp 他们要看你的 尤其是very selective的Summer Camp 就是很难进的这种Summer Camp 他要看你各种的成绩 所以如果说 你没有好的成绩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申请到 所以提早开始准备 再来就是 11年级下学期开始 我们的升学顾问就开始 密集的开始帮学生 选择大学 选择科系 然后开始准备他们的 升行大学的自传 我们到暑假开始 是每个星期一个小时 如果需要甚至更多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跟学生一对一的讨论 找出能够最能够代表学生的 这种自传的题目 然后帮助他来修改 一直到完成 12年级上学期就是密集的 一直到申请大学寄出去 那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各种的课程 这些课程主要都是帮助学生 maintain good GPA 暑假的大部分都是预习的 像我的女儿今年9年级 明年10年级 所以暑假她开始要来 第一次要开始准备SAT了 去年呢 我们让她到欧洲去参加concert tour 两个多礼拜 因为她主要是music 然后呢 回来了以后 我就让她预习 今年要学的东西 因为尤其这些孩子这么忙 我希望她能够先打一个基础 数学稍微有个概念 所有东西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当你平常忙的 昏天灰地的时候 你不用再 啊糟糕 我数学跟不上 我还需要再找家教 就会让她更忙 好 所以我觉得暑假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做一个预习 让你明年能够维持好的成绩 另外的话就是我讲的 怎么样能够帮助学生找出她的兴趣 过去我们都是用经验的 我就问学生说你喜欢做什么 然后问家长 你觉得你的孩子适合什么 然后小孩就说 有的小孩就说 I don't know 我说那你最喜欢哪一科 你做什么事情最快乐 就这样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只 所以我们从十年前 我们就开始跟psychology 心理学家合作 好我们就开始 用比较科学的方式 来做小孩子的这个测试 所以有三种 这些都是非常professional的这个测试 全世界五百大企业 也都是常常用mbti来测试 mbti是测你的个性 你是内向外向 你是理性感性 你是用数据来做决定 还是用你的感觉来做决定 这是你的性格的分析 strong的话就是你的兴趣 你的兴趣是音乐 还是美术 还是科学 那可是你有兴趣 有些学生呢 有兴趣 也很聪明 你说我非常喜欢科学 我想当医生 可是偏偏他的个性 没有那种discipline 那你叫他怎么当医生 怎么去念医学院 所以就说 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 那你说我想当一个艺术家画家 可是呢你的能力 你画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创意 所以像我们要念art的学生 我都会找我们的art director来 先看一看 然后我就说 讲实话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因为如果你念art到后来 你又没有办法很突出 那你这条路也是走得很辛苦 那可能就可以找一些跟art相关的 可是你将来就说 譬如说比较应用的 而不是一个fine art 当这个画家 你可能可以去做别的事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的加起来 大概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可是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东西 的动物 你不能说做出来结果 你就一定要照着这个走 可是我可以给各位讲说 蛮准的 因为我的女儿做过这个 我的大女儿 可是我的大女儿呢 很自主性很强 她呢就说 为什么只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 你觉得还会有别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她并不她不愿意照着这个走 她的第一个是art 可是我们后来选 ok好她决定走心理学 可是到了大学以后 她念一念念一念就转转转转转转 现在最后回到art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她的准确性的 这个是我一直要强调的 就是孩子的竞争性 从放学之后开始 孩子的竞争力 你在学校大家都拿一样的课 放学以后你在做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学生 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如果你的小孩子每天回家 吃吃饭看看电视 然后打打电动玩具 功课随便花一两个小时写完 她的竞争力在哪里 她也不走出去做别的事情 她就没有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放学之后怎么规划 其实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我们一些成功的故事分享